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庸关因其地势显耀 有异夫当官 万夫莫开的气势 自战国时期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今天在这里 专员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真的特别感谢哈佛汽船一路陪伴 也让我们见证了那么多熊门的长官 感谢哈佛 天下第一熊官 叶哥早 真是碰到你们了 小天这次怎么能出现啊 他人呐 他是不是扮那个那个狐狸呢 哦 虎狐狸人家是猴 人家是沸沸 咱们就路把没来算了 也没什么特别想想念他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说实话你说他没来我们都没发现 说实话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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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还有个人吗 是啊 谁啊 不知道他是谁 词曲 李宗盛 天阿哥 你在哪儿呀 我在台北呀 这次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大家不是在响应防疫的号召 所以就是请老沙帮我完成我这一次的任务 老沙说他从过完年以后到现在一直没出来开工 咱们把这个机会给老沙 哥那你要这么的话 我们是不是这么半天得欢迎一下沙哥 哎呀对老沙你来了 来欢迎 他们一直在跟你聊天都把我给忘了 你来了我也给哥你准备了点礼物 来自荒漠的极品家 这个太有用了 凯实力 来干了 就是你你喝点越录越开心 对对对 沙姨哥在家里宅了这么久 要录咱们这个节目体力一定得跟上 我怕你一两个环节就不行了 一两个环节就不行了 一共几个环节啊 不就一个环节爬长城吗 你少来至少八个 每次都是这样子 大家好 哎又差又来了 我又来了 怎么又来了 春桃今天有很多身份是不是 我是啥这不重要 专员们你们辛苦了 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战 分享一下感想呗 一般不是结尾分享吗 对 那我们当然是不按常规出牌 来下一个第一次来就得说最终的感想了 我的感想是有点不感想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老苍 我跟你讲 我有一几件事提醒你一下 说 你走边上一点 你别让他们听的 我告诉你 咱们这游戏啊 基本上都是答题提醒你一下 沈南的话千万别听 我来了 沈南基本上他答A 哥 我丢业了 我丢业了 沈南答A你就答B 基本上是不会错的 稍微老实可靠一点的 就叶子哥吧 今天是最后一战了 你们觉得还会难吗 会不会有点惊喜什么的 应该简单点了吧 不可能 最后一期已经更难了 以前你最惧怕的 全部融合在一起 一个大项目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期等待大家的 究竟是什么呢 这不就是那个 空心敌劳 咋又来这个呢 一大早就掉水里 你还让不让人活啊 伤及无辜了 不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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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终极答题了 等一下 怎么就终极答题 这才开始呢 不按套路出牌啊 真的吗 沙姨哥来这个节目的 第一秒就要开始答题了 沙姨哥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请上吊栏 沙姨哥现在可以说感想了 这挺好的 挺舒服的 沙姨哥 我给你回忆一下 上一次做到这个装置 第一次吊下去的那个人 是小天 这位置不吉利 你把那个钳子给天哥自己 天儿哥要再剪断一根 剪下去 我看他能怎么下去 我剪了 剪了 他太久了 不行 旁边那个先剪掉 我不想 你觉得您会顾他的后尘吗 没有 这回我觉得小天一定会保佑我的 保佑 我帮你查 怎么就保佑你 各位 看到这块巨大的 了不起的长城的黄金城砖了吗 太厉害了 这个是我们的砖王争霸赛 这就是最后获胜者将拿到的黄金城砖 他也将会成为我们了不起的长城的砖王 我就参加一期 我不争霸了行不行 来都来了 争霸一下 我所有回答问题 小天我们俩商量 行行行 准备好了没有各位 我觉得还是不想的预感 他没给我们答地板 他这个题是怎么答 现在请听第一题 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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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看过什么不是 等一下 为什么 等一下 为什么 这不对 这啥情况 直接解了 要解了 我要解了 一板 为什么要解 不是 我们没干嘛 为什么就解了呢 我跟你讲 他没给我答题板的一瞬间 我就感受到了 上面一直在解我们 你们现在内心是不是有很多的问号 为什么还没答题 第一根绳子就被解了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还记不记得在这一季当中 自己拿过多少块黄金橙砖 我记得就一块 你这要是剪我 是不是有点太那啥了 我就刚来 我一块没拿着我 小天的就是您的 你拿多少块 我拿几多块啊 因为 各位拿到多少块黄金橙砖 今天就会有多少根绳子 吊着你们 沈南就一根啊 你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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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剪第二刀 还掉我身上 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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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一格 您代表小天和隔壁的周深 是并列第一名 有五根绳子 那现在我们再剪一刀 沈南还玩吗 沈南 再剪 沈南你咔咔咔 不是咔咔咔了哥 再咔你就没地儿了 高养 恭喜刘烨和杨迪没有被剪 证明你们有四根绳子护体 接下来是最后一次剪绳 你不能剪这两根啊 你剪这根这么能碎的吗 没剪 太好了 原来我有三块砖啊 太好了 来吧 来吧 这样会不会把我拽下去啊 不会不会绳着结实 那是周深的绳子啊 我知道 我愿意损失这一根 不要 不要 他们之间的友情我都流泪了 太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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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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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 有用 各位想不想拥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想 想 我肯定是要给各位留点惊喜的 终极答题呢 其实是要在今天晚上进行 而目前的绳子数量也不是最终的结果 我们要下来了是不是 对 所以今天呢 我邀请了很多我的小伙伴 长城文物 在这个居庸关长城上等着大家 大家要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 然后呢 完成跟他们有关的挑战任务 才可以获得你们想要的成砖和绳子 现在请你们前往一号楼 认识今天的第一个长城文物 祝各位专员今天的专王争夺 中国之路就好像我们好游好顺畅的 长城润滑游顺畅无阻 各位加油 没有人等着咱们呢 大家好 您好 欢迎大家来到居庸关长城 我是管理处的副主任李慕禅 李主任好 大家好大家好 接下来呢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下第一雄关 天然形成了一个南北辖长 长有四十华里的一条天然的峡谷通道 那么这样的山呢 那么这样的山呢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适合于设置这种军事爱口 因为呢两侧东西山北方油墨族的这个骑兵啊不容易从两边这样包抄或者是渗透过来 而必须要选择而必须要选择走中间这条狭长的沟谷 那么如果在这条沟谷当中设置重兵呢 就能够起到一夫当官万夫莫开这样的这个作用 咱们在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咱们居庸关现在的一个整体的建筑格局 哇 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然后希望大家下面的行程一切顺利 好 谢谢 好 谢谢主任 请从这儿出发 还有在这场上都在铁的舞上 我那个感觉 我那个感觉 所以远离 这是什么呀 这场 大家好 大家好 哇 编中 天呐 李莎好惨啊 大家好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吗 编中 我叫标枪中 标枪 那个标枪吗 不不不错了 标字是三匹马的那个标 三匹马 标 枪就是枪族的枪 我生于公元前404年的战国时期 大概是1930年左右 从河南 洛阳城 东京村 太仓古墓挖掘出来的 我这个标枪中身上刻了61字名文 其中呢 对 就有长城二字 这一位置在我出土的那个时候 我是当时记载 最早身上刻有长城二字的文物 哦 哦 可以拿我做参考 不仅可以参考年代 还有身上的文士 文化 材质 是都是可以参考的 所以我在当时还是有很了不起的作用的 哦 哦 我们等会儿要通过抽签分成两组 每组三人 抽签箱已经在这儿了 抽到同一组的就为一对 明白了吗 好 明白 来 请抽签 好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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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哥抽到的是 我抽到的是京都念慈庵 利利青 草本固体饮料 好 利利青 接下来看敌的 诶 说实话摸得出来 听什么 来来来 你们会抽到的东西 你们念一下 来 抽签 我们这是京都念慈庵 积热青 你们之前演了一个小品 里面就有这个标枪中的书处 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晋国呢 当时还没有分成韩卫兆三个宗国 当时习国要攻打韩卫兆吧 在韩王的这个手下 有一个大将叫标枪 标枪带着这个韩军 一鼓作气就攻下了齐厂城 之后韩的这个君主呢 为了感谢 也算是纪念的这个标枪 这么大的一个功劳吧 就做了这么一套礼器 这个钟 取名叫标枪钟 刘业专人说的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春秋战国时期 群雄逐鹿 齐国是有金文力强国 金国内赵 魏 韩 三世俗等地 史称三晋 公民前405年 齐国发生内乱 赵魏涵正式联合攻打齐国 史称三晋伐齐 战争初期 因齐国国力强盛 修筑了牢固的齐厂城防御体系 一时难以被攻破 三晋之一的韩式主军韩前 为此一筹莫战 此兵法真是令人费解 我参阅数日 竟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 主公 主公 咋了 主姐拿到了 你懂什么 这乃是寡人的逆向思维 我让你去找标枪 标枪呢 标枪 在这儿呢 你看这个标枪 一扎一个准 我说的是这个标枪吗 我说的乃是将士标枪 还不快快把人给我找过来 那个标枪 别找到了 他就在帐外呢 让他进来 宣标枪境界 来了 主公 主公 叫末将何事啊 是不是 又想让我陪你喝爱一种 大胆标枪 大敌当前 你竟敢如此叙酒 成何题材 寡人问你 为了逃伐齐国 你最近都做了哪些准备啊 末将一直在带兵练舞 练的可是什么舞 广场舞 rocking talking breaking 样样精通 而且主公 我还从将士门中选出了七个士兵 组成了一个男团 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月华七子 标枪 你是真的标啊 我让你带兵出真 又不是让你带兵出道 我真的想拿标枪扎死 想拿标枪扎死 扎死 主公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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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场久战 将士们身心疲惫 标将军这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吗 可逸杰 标枪啊 当初我选你是因为 我欣赏你 面临危难时 放手一搏 竭尽全力的决心 现在啊 你却带领我的军队知难而退 主公 主公 齐国举国上下花尽无数的清血 驻到齐昌城那里一手难攻 把守吉言 如果这时候贸然去攻打齐昌城 无疑于以软击石 我不想让将士们白白送死 标枪 赵魏涵联合抗敌 只有我韩氏畏锁不前 你让我的颜面 何存呢 诶 赵士与卫士将领到 来了老弟们 韩潜 别磕他了 我就问你 为何还不出兵啊 寡人宣布 即日起 标枪带领我韩氏军队 驻扎之奇长臣下 每日攻打 即使失败 也不得放弃 若有不从 斩立决 莫将领命 这便是寡人的态度了 外臣佩服 佩服 于将军此前的种种行为 该如何处罚呀 不知二位将领 有何高见呢 这个嘛 这标将军此前 确实有些行为令人费解 我觉得呀 他应该是脑子受伤了 外臣认为应当脖子以下 截肢 时不得呀 时不得 二位将军 咱们不如这样 寡人兴住了一套编钟 要不就让我们标将军 来奏一首曲子 让二位乐呵乐呵 如果二位满意的话 咱们便既往不咎 如何 主公 您听好了 得嘞 你居然还带着我们跳狂肠舞 我看你啊是依旧厌战 不知悔改是吧 不不不不主公 我的决心就像这边中一样 坚如磐石 是不信您看 碎了 主公默契 主公默契 碎碎平安 碎碎平安 我到时候陪您一个 我一定给您送终 给我送终 我给你送终 来人 把他给我拉下去 打他个五十大板 主公 拾不得啊 拾不得 主公 主公 这标枪果真如此无能 千真万确 标枪不是广场舞就是斗地主 那你说这韩潜为什么要派这个二百五过来呢 韩潜呢 因为韩潜智商也没有比他高多少 再说了 韩是地小民伙 能找出一个懂领兵打仗的 已经实属不逆 那 标枪 就是个怂包 他发起进攻 也不过是怕丢了自己小命罢了 也是 我跟他交双过几次 每次一看着我 他就跑 一看着我他就跑 你等这次呢 这次只要他敢来 我必须 我生起你 必须的 必须的 我客气 成门上到 成门上到 你们听好了 速速下来 有因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看我标枪扎不扎你就完了 你可拉倒吧 你就杀人 你还要抓我 我就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给我等着 打开场门 我下去我生擒的 准备作战 对 双声 江士们 给他拼了 齐国大将军已经被我抓住了 冲进城去 速速攻下 你不说他是个废物吗 你还问我 哪能知道你比他还废物 我就知道你是个奸细 他又不是杨婷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其实是我跟主公 演的一出戏 就是为了麻痹你们 让你们认为我军都是废材 是乱臣贼子啊 贼子 我赵魏涵三族 从未想过侵犯他国领土 要不是你们的觊觎 威胁我们交出领土 也不至于如此 没想到我堂堂提国将领 竟然败给了你这愚钝之人 你被绑了还走位 即使失败也从没想过放弃 这可能就是我的愚钝之处吧 此次攻破齐长城 此次攻破齐长城 哎呀我们彪将军功不可摸呀 这次啊我特意纪念你破尘有功 我特意为你来送终了 喂喂喂 手工走走走走 我已经打胜仗了 你为什么还想整死我 彪将军 你是误会了呀 我说的送终呢 是为了纪念你的功绩 我特意为你筑了一套编钟 就叫标枪钟 恭喜刘燕回答正确 你对美人都可以获得一根绳子 这标枪果真如此无能 千真万全 这标枪不是广场舞 就是斗笠 等会儿哥 我发现我俩这个感觉还走不准 你给我俩示范一下 要不要 拿喝糖 好少少 金屋念慈安琵琶糖 真真当学费了 这标枪果然如此无能 千真万全 这标枪果然如此 我也得吃一颗 有点嗓子不舒服 这样 我让萨老师这样 浇得也好 嗯 疼好 吃完嗓子也舒服多了 往上继续咋 好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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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腿已经不是我的了 到了 到了 怎么样专员们 爬的可还行 还行 所以你们认识我吗 你是谁 又不变人了 不是编中了 来给大家转个身看一下 我是九边图 哦 九边重镇 没错 就是九边重镇的军事地图 嗯 我现在呢被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 我也是这个世界上第一幅 反映了明长城防御体系的地图 有没有山水画的感觉 清清绿绿啊 嗯 因为它是明朝的许轮绘制的 采用的是清绿重彩的写实绘法 嗯 感受一下 前来看看放大版 我考你们一下 刚刚谁说记得九边重镇呢 杨子同学 杨子同学 那好 来给我们复述一遍吧 宁夏镇 大同 大同镇 榆林镇 山西镇 有山西镇 冀州镇 哎 五个了 还有呢 最西边是不是还有甘肃镇 甘肃镇 顾园镇 辽东镇 啊 还站上最后一个 他 我这上面没有 这上面没写啊 你看不清楚的 哦 我这 宣服镇 没错 齐了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叫做军事工房 九边重镇 你们这又是自动归为两组了对吧 重新可以重新分吗 看到我们可爱的安安了吗 看到了 他那有很多的念慈安琵琶糖 你们等会呢 打开糖盒吃下一粒 然后呢会看到糖盒上的标签 糖盒里面呢会有青烟润猴 草本养生 清新滋润 三个标签 抽到同一种的就一组了 抽吧 喜欢什么味儿 我要吃乌梅味儿 我也喜欢吃乌梅味儿 下一个你吃个这个苹果桂圆味 你看都有什么味儿 谢谢 哎 这个也好吃 金橘柠檬也好吃 我先揉兜里啊 可以揉着 我的是本草养生 哥 巧了 我们俩清新滋润 清烟热喉 本关游戏共分三组 秋轮战决出胜者 最终胜组每人获得一根绳子 第一轮 草本养生组和清烟润猴组率先比拼 共两个回合 第一回合 由清烟润猴组派出一位队员攻城 草本养生组两人守城 清烟润猴组另一名队员干扰守城 当那三人按下达的四个地名指令 用四只抢战对应的地图格子 每隔容纳一人 一个垫子只能有一只脚啊 守城方占领完毕 攻城方用水球攻击 击中对方队员或一分 击中同组队员或击空则不计分 每回合攻击五次 第一回合结束后两组攻守互换 两回合分数高的队伍获胜 第一轮 草本养生组获胜 第二轮 草本养生组和清新滋润组继续比拼 刚刚你们在观察的时候 掌握了什么要领吗 就是怎么抢战有利地形 其实越中间越危险 对 越中间越危险 中间受打击面不要当 准备好了吗你们 准备好了 第一个山西战 山西战 好 一人一个 第二个宁夏战 宁夏战 我的妈呀 杨迪你就批刹了 我的妈呀 杨迪你的批刹 好 好 杨迪变成中间了 下一个 甘肃战 甘肃镇 甘肃镇 绿色 甘肃镇 甘肃镇 绿色 甘肃镇 是男 我这个咋整啊 最后一个 西战 我先拨了 这怎么办 山冰 千万不要打中间 我所有都在中间 我不要你在哪儿 我要别人在哪儿 最好是打你的左边 因为我的脸在右边 我的左边前面还是后面 都可以 他很长 他躺平了 左边是周深还是 我在扎 完了完了 凉了凉了 你是有多想打他 打叶哥打叶哥 叶哥头插一格靠近墙 插一格靠近墙 他在右边对吧 不要莫及了 快打吧来吧 叶哥在你的左边 你是俘虏 俘虏 准备发起进攻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好的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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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不转 打中了叶哥的脚 脚底 不是 为什么打叶哥 我满脸湿透啊 迪哥 我觉得你不管谁被砸 你都是先湿透的那一个 为什么我满脸都是 刚才稍微偏了点 往中间挪一挪 往中间挪一挪 往中间挪一挪是吧 位置不变 再近一点点就行了 别瞎说 别瞎说 华兵浩你刚才打那一下我没有看 因为我睁不开眼睛 那我咋办呀 开始了 放射 放射 第二球 没打着 没打着 打到顾元镇了 那我刚怎么样啊那球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点就行了 就能打到阳极了 刚刚打远了 再打近一点 近一点再往右一点 近一点再往右一点 我们的左边 再往左 我们的左边 再打近一点 太远了 近一点再往右一点 近一点再往右一点 太远了 你往中间来一点 听我听我说话 我的嗓音非常的有 辨识度 你听听这把锁呢 这个有破螺 破螺 听一下这个有辨识度的嗓音 再往左一点 再往你近一点 黄明浩太难了 干扰因素太多了 我已经准备发射了 好 预备 走 没有 没有 更远了 刚刚这两球包裹着 叶哥的一条腿 再近再近 以大胆的进 不要怕 大胆的进 黄明浩正在调整 战术姿势 好 我觉得可以了 好了吗 第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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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哪儿了 偏了 太偏了 都出去了 偏得很了 太偏了 你往中间来 往中间来 往中间来 你不看看沈南 我们就不打沈南了 就打叶哥 因为我脸 打我吧 打我吧 你往右边试一个吧 你往右边试一个吧 你打一次右边吧 打一下右边 黄明浩 打一下右边试试看 我这 每一发破绊 都听一叫转的 右边是同样的位置 右边 右边同样的位置 这个角度很危险啊 迪哥 如果整个球砸到我脸上 我就不干了 来吧 明浩往右边打一炮 来 我在这边等你 黄明浩 加油啊 这太难了 我觉得 一不小心就伤及队友了 怎么样 你们不要笑啊 特别转 怎么样 特别转 牛骂 牛骂 特别棒 我已经踢到 太转了 直接把我的腰都快打断了 哎呀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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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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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打到哪儿了呀 这儿 啊 哇 哇 哈哈 我刚看到我的屁力 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觉得我贼一牛 好 现在位置互换 发起进攻呢 是 叶哥 他们只中了一球 你们压力不大啊 哦 明白 我抱住沈南 你赶紧寻找一个好的位置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听好了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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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踩这个吧 小菜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俩别集中在一边 第二个位置是 甘肃 甘肃 别动 黄明浩 你不是后面那就有吗 后面有 后面有 你后面就有 不要自己加难度 第三个 技震 技震 所以第四个是 人家沈南完了 这这这 沈南完了 所以第四个是 等一下等一下 技震还没摸到 哎 沈南 沈南摸哪个 沈南还没摸到技震 沈南摸不到了 天哪 沈南摸不到了 沈南你只能是这样哭着 我把这个技震留给你 我把这个技震留给沈南 我不要 我不要那个技震 本节目由更强动力更加省油的十万级国民神车 全新哈佛H6特约赞助 本节目由宁夏凯世力酒庄指定赞助播出 喝好红酒就选凯世 中国SUV全球领导者 哈佛SUV提醒您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AI智能网联SUV 哈佛F7特约赞助 本节目由了不起的长城肉滑油指定赞助播出 中国实话长城肉滑油为你加油 本节目由宁夏凯世力酒庄指定赞助播出 喝好红酒就选凯世力 我把这个技震留给你 我把这个技震留给沈南 我不要那个技震 OK 最后一个是山西山西 沈南 哥 我这么跟你说吗 你可以往靠近城墙的地方打 也可以往你的右手边打 明白 只要别打远了就行 我现在在远方离你很远的地方 远方 明白 我先试一炮啊 好嘞 好危险 好 三 二 二 二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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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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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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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就能盖住杨迪 明白 好了 第三炮 三 二 二 干啥呀 扇上了 咋啦 怎么 一 哇 打中没 哇 哇 打中没 打中了吧算 打中了 燕哥你再打他一下咋就赢了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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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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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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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牛 燕哥你太难了 翻 我 我 exercise 我 我 躲掉了 我 我中了 中了 干得漂亮 恭喜 恭喜 赢了 恭喜 二比一 赢了 曹本养胜鼓赢了 厉害 沈达 你现在都跟黄明浩 有一样的绳术了 他跟你一样的绳了 三根绳了 这么说吧 谁跟我谁赢 所以现在每个人 歌有多少根绳了 一切既有可能 后面还有机会 好不好 逆风翻盘 继续努力 接下来让我们往下参观 走 转员们 你们好 你们知道 现在我是什么文物吗 门脸啥 对吧 门脸 提醒的再明显一点 这是什么 字 钻纹 这是字 所以我是 字体 竹简 小拽 我是信 因为是一个叫做米威的女人 写给她的丈夫的信 米威 这背后大有故事了 我出土的地方你们去过的 玉门关 没错 玉门关 汉长城的封碎底下 我在那儿待了一千六百多年 才被人发现的 哇 一九零七年 有一个叫做斯坦英的英籍匈牙利人 发现我以后把我带到了英国 现在呢我们八封信 都在大英图书馆里收藏着 那么问题又来了 你们知道这信里写的都是写什么吗 情书 不是你给丈夫写的信吗 你不是说不准知道吗 秘密 是有办法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 但你们要完成我的条件 是帮我送信 因为我这个是 妻子写给丈夫的属于私人信件 在当时呢只能靠 骆驼商队来传信 骆驼送信 本关游戏两人一组 三组车轮战两两对抗 专员需扮演烧信的骆驼 通过层层关卡 每道关卡分别有两个门洞 门后的小路上 会有不同的障碍物 比拼的两组 不可以选择相同的门洞和路径 率先抵达终点者获胜 三组车战后获胜的队伍 便可打开这封信 同时每人获得一根绳子 京都念慈安 蜜脸穿背琵琶膏 每个底部啊 都有三种不一样的功效 所以抽到相同功效的人 就会被分为一组 成为一只骆驼商的人 好的 好的 来吧 叶哥 来吧 一人拿一瓶 先不看 可以揭晓答案了 纸壳话坛 杨迪跟刘烨一组 我和谁 你和杀一个代表的小天 来 成为骆驼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长城润滑游 为专员们加油 开始 两队不能选 投一个门了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到手里 快 等我 翻订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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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好痛 这个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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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南 沈南 到了 到了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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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轮获胜的 化碳纸盒 我们 你们得修整一下 因为马上你们要跟 调新降火队来比拼了 我跟你讲 沈南一个人在前面跑老快了 我在后面我啥都看不见 我在后面我不看了 我直接看底下 我就看底下 我看底下有东西我就说 有撞到 没撞到 刚上任的 调新降火队 我做好准备了吗 好了 好 终极比拼 三 二 一 开始 哇 又是这个 哇 又是这个 哇 好痛 好痛 他们俩好痛 啊 又是这个 啊 好痛 走 走走走 快 快 快 走 快 快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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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太好了 他们好远 算了 他们很远 你俩怎么像样的 人家都到终点了 他们在干嘛 爬起来 思议 周深 周深要吐了 不是 我 因为 莎老师比我刚脏 我全身被恋着了 我要恭喜 鸡壳话坛再次获得胜利 成功送信 所以鸡壳话坛组 你们一人可以再拿到一根绳 成功 叶哥有七根了对吧 我六根 六根了 迪哥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权利 你们可以亲手打开这封信 来知晓里面的秘密 我们的秘密我们先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真的吗 可以随意去掉一个人的身 我 我 选谁 这你来看吧 我可就来一起 我一共就一根了 迪哥 严厉你能不能严肃点 你过来 你 你 过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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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指错了 简单过来 帮我翻译一下 完全看不懂 吓死我了 这个是速特文 速特 你们知道速特是哪儿吗 速特 它是西域古国之一 然后它的首都叫萨马尔汉 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 对对对 而米威呢就是速特人 但是生活在敦煌 这样 我把翻译好的版本 给获胜的两位 好好好 你们可以念给大家听 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 像高贵的老爷 我的丈夫纳奈德表示祝福和致敬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死去 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 却从未收到过你 哪怕一封回信 我已经完全对你失去了希望 我服从你的指示来到敦煌 并违背了我母亲和兄弟的意愿 显然在我答应你的那天 我就惹怒了众神 我宁愿做猪狗之妻 都不愿嫁给你 这不是情书 这不是情书 很凄惨的故事 很怨念 你们发现这封信 其实是一个很绝望的妻子 对于丈夫的一个抱怨 嗯 太可怜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当时敦煌 会有这样的速特人呢 来交易中心吧 经商 哎 答对了 我们这八封古信 其中有六封都提到了贸易 那为什么会有贸易呢 那个贸易 私仇之路吗 对 私仇之路 因为速特它的首都是萨玛尔汉 是当时罗马和中国的 私仇之路的交通要塞 而速特族呢 当时就是私仇之路 非常活跃的民族之一了 之前我们去过敦煌的汉长城 你们也学到了 因为汉长城保护着私仇之路 好了 下一个目的地 各位自求多福吧 好 出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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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情况 哎 怎么还有匹马啊 这是什么啊 哎呀 大家好 大家好 哎 人马 在这里恭候各位多时了 我是嘉玉关附近 未进壁画中的画中人 那这匹马呢 这是我的宠物 我啊 值得你们好好考究 因为我们那儿呢 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画廊 我们出组的时候 那是震惊了考古圈的 是 好了 我也算是体验了一把 你们现代的交通工具 谢谢哈佛送我来这儿啊 谢谢哈佛H6 拜拜 拜拜 你们想看看我本尊吗 想 有请安安 哇 哇 哎 我好像见过这个画很有名 我好像也见过这个画 这就是我啊 今天呢 我就请来了一群我的好朋友们 都是画中人 一群啊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游戏 还原一下当时魏晋时期的繁荣场景 可好 可好了 好的 这个就是你们要用来抽签的念研方了 黑糖四物高 他们分成两种功效 一个是美容养颜的 一个是温和滋补的 你们是抽中一样的 就是一组 得嘞 兄弟 这把我先抽吧 来 谁抽中一组了 叶哥 我终于等到你了 叶哥 庄园们需面对移动的壁画墙 模仿墙上面的人物造型 成功通过墙上的洞孔 则积一分 掉入坑中不得分 最终累计得分最高的队获胜 我们安安特别贴心 给大家准备了一轮试玩游戏 来吧 来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们首先要试玩的这个图呢 跟安安是有关系的 这是京都念慈安的孝青图 讲述的呢 就是清代县令杨孝莲 利用一片孝心 感动了明依叶天氏的故事 当时呢 她就获得了这个密恋穿背 琵琶糕的配方 才治好了妈妈 九壳不玉的顽疾 每组选一个人来试玩 来 这也是你们的道具 你们得带着她一起来挑战 孝青图马上就要来了 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节目 我的妈呀 那我这还慢呢 天哪 不给空 靠自己肉体打开它 来啊 有了 有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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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实在是太惨了 叶哥遇到砍了 这是是的 这里面没必要放这么多棉絮吧 掉下去的人感觉很凄凉 感觉很凄凉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比赛了 第一组美队派艺人 你们要不要商量一下谁先来 我们队伍最高大威猛的 上吧 阿深 第一回合你看两队都派出了 各队的小朋友 不管是怎么样的壁画 两位站直了都可以过 我要给你们加加油打打气 因为我们在装置上 用了好油好顺畅的长城润滑油 所以给大家一会儿的游戏里 带来了最顺畅的驾驭体验 我的车用的就是长城润滑油 原厂车我建议还是用长城润滑油 百分之九十个车都用长城润滑油 不错的选择 嗯 好 第一幅图 燕影图 经过一人赛 双人赛 三人赛 及附加赛的激烈比拼 专员们的绳子数量 又发生了变化 我们来总结一下目前的战况 这边六分 这边四分 所以依然是温润滋补队获胜 恭喜你们 叶哥你在哪队哪队全是赢 叶哥一直都在拿绳 真的 我的哪队哪队 一根绳的样子 我终于知道我今天没有拿绳的原因了 哦 来 恭喜你们 一人一根神 谢谢 欢迎来到我们专王争霸的 终极答题环节 好 但是 在这之前 阿安到底长什么样 没有这么暴躁的 阿安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 他的真实面目 阿安 阿安 再讲再讲 再讲再 这都是扛了 还是外面好看 这就是我们了不起的长城的总导演 陈迪先生 现在 就要面临最终的终极考核了 真爱变成 请大家上座 争夺专王 好 后会 加油 本轮游戏规则 专员依次独立答题 两侧有九个答题板 分别是九个长城站点 每个板上有夹以两道题 分值各不一样 搓一分减一根绳 搓两分减两根绳 三分减三根绳 答对则可以根据分值 任选其他专员减断其绳 留到最后的专员 将获得专王称号 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你们看叶哥 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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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哥你坐在里面什么感觉 我 我有我的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你的线密到我都看不起你的脸了 你随便忙打你都能待到最后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也是 马上开始我们的第一轮答题 我们会按照目前绳子数量由多到少 来答题 柳叶老师 选择哪一个站点 青山关 一 想碰一个几分题呢 想碰一个一分题 挺保守 你那么多根 看看能不能中 二分题 二分题 好 请听题 是一道课外学习题 青山关所在的千溪县 守护着明朝九边军镇中 最为重要的冀州镇 整个所辖区域内长城总长达 一千四百七十四华里 请问 冀州镇内的长城东起哪里 西至哪里呢 山海关肯定是头啊 这也是天下第一关 地啊 我以为是地啊 感觉像地 这样吧 我就这样 不是吧 我 不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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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地 C 你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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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我不管了 我选C 选C 选对了 C是选对了 C是选对了 你为什么认识 不是 是居庸贵还是D 答错了 恭喜你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那是 那是什么 是什么 答案是D吧 答案是D 你看我这不是D吗 D是居庸贵 是居庸贵啊 对啊 是居庸贵啊 不是 D不是 不是 不是清山关 不是应该是军庸贵吗 不是清山关 是军庸贵 哎呀 杀一个连题都搞不清楚 冀州镇 又称 冀州镇 其最大的防树范围 东起山海关 向西京 永平 千安 尊华 冀州 平谷 顺义 昌平等 周线境内的关口 到达居庸关南的镇边城 绵延 两千华丽 很抱歉 罗业哥 我们要剪掉 您的两根绳 请剪绳 一个 两个 还牢固不 牢固得很 他又当透了个气了 接下来就是周深打题了 哎呀妈呀 太 太害怕了 周深 你要选择哪个长城 金山岭 金山岭熟吗 拍照那儿 拍照那块儿吧 闻着知识点少 金山岭 甲 哦 两分题 也是两分题 希望他答错 笛歌 当然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 我也想帮你 但不一定能帮得上 我不听你的 请听题 金山岭长城的建造者 是明朝的名将 齐济光 他除了建造长城 还制定了 传风歌 一炮一旗山海路 一炮两旗石门冲 一炮三旗抬头井 一炮四旗烟河宫 请问 传风歌中的旗代表的是 你们都还记得 几风几炮这件事情吗 记得啊 一炮一炮一到一百 一百到五炮一百到一千 两炮两炮一千到五千 三炮三炮五千到一万 四炮四炮一万人以上 五炮五炮 人数的话 应该是根据几炮来定 对不对 人数一炮一旗 它不可能来一个人 我们没有讲到有关于来路 敌人的来路 你拿旗能说明来路吗 C 你相信我 我们有说一炮一封 对 我觉得应该是距离 C 我想 几风几炮传递的是什么信息 敌人的人数 没错 但是后来呢 为了更好地传递复杂的编情 又加入了 鸣炮 挂棋子浩带 挂灯笼 鸡鼓 雷邦等新的形式 通过炮声的多少 棋子的数量 来分辨敌人进犯之地 和敌人的数量 所以 都指的是敌人的来路 完了 用心的事啊 完了 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并不在这里 你给的大美意 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 所以我每一个都心心 你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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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毒奶子 那么按照原本的接下来 应该作答的是谁呢 杀一个我跟他都是五干 所以 第一个答的有更多的选择权 我先答吧 他先答吧 我选 我选今天的居庸关 讲 两分题 好 杀一个请听题 我 你们都帮我 我都帮你呢 哥 居庸之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元代 居庸关是大都通往上都的交通要道 请问 大都和上都分别在现今哪两座省市内 一定有内蒙古自治区先确定 就肯定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 那是A还是B 上读就对 背背吗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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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答案是 B 不用给小天打电话 B 恭喜你 回答正确 他以后要拿到黄金砖 要捡谁 要捡谁 这难题可来了 哥哥 好哥哥 这您第一次来就要捡别人的神 好哥哥 感觉呢好像有一个人 还不如刚才答错 这吸而过 吸而过 这样吧 这里面呢 这里面我来之前 我跟三个人很熟 所以就找最熟的下手是吧 没有没有 等我说啊 叶子不用说了 认人要二十多年了 没有没有 叶子呢 省多 但是毕竟 老妖换来的你知道吧 嗯 哗哗哗哗 我不忍心间验了 杨迪呢 我也不多 也不多 而且杨迪马上就要回答问题了 一旦答对 哥哥 咱俩好像没认识几天 我感觉 也撑不上是朋友 沈南很多神都是不劳而获 不劳而获 我觉得也是 要不起码一个人弄下去完了 起码一个人弄下去完了 不是 可一个人货物了 不是 是吧 是吧 你啥啦啥啦 是不是毕竟是朋友 咱俩好像没认识几篇 我感觉 也称不上是朋友 我是这么想的 有的人呢 是从一根变得四根 即便剪两根 那还比早上多一个 不是 太好说了 沈南两根绳 请剪绳 我还有这个 我还有这个 还行 还有个对角线 沈南 开心不 我特别开心认识杀一个这个朋友 接下来要答题的是 我 杨第一 我打水洞沟藏冰洞 甲还是乙呢 乙 想碰一个几分题呢 哎呦喂 我一个两分题吧 不敢贪多 这么有把握呢 这么有把握啊 别要出现第一个三分题 我真受不了 我这也禁不住三根 一 二 三 三分 啊 三分 啊 九十 太好了 我打不了三分多 我这答错就跟沈南一样了 我这答错就跟沈南一样了 那你就算是答对了 把沈南剪下来 还得再剪一剪 这老题我干啥呀 三分题怎么答呀 不会是没有选项的那种吧 恭喜你回答正确 恭喜你回答正确 三分题就是简答题 没有选项的那种 自己填寇 现在我在考虑是你先下来 沈南先下来 我一天了也不容易 请听题 藏冰洞 属于明朝时期设立的九边正镇中的宁夏镇 最初宁夏周边平凡有元朝残存势力活动 直至明朝著名大将出征平定 那么请问 这位明朝大将是谁呢 讲过吗 他好像出现过 出现过 这么多长城里面七纪光将军出现的是最多的 但我觉得七纪光会太简单了 那什么清呢 那个 魏清 宁夏是西北啊 西北 对呀 宁夏是在那边 就魏清 魏清或许就有这两是 我说魏清了 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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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哥 已经确定这个答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魏清是哪个朝代的呀 魏清是哪个朝代的呀 丢人包 太丢人了 这都答了明朝大将 霍去病和魏清都是稀罕的 你们怎么 你们喂来喂吃的 喂鸡去吧 还喂鸡 我想答七纪光来着 至少明朝的嘛 做的没那么离谱是吧 那就是我们的张绍刚老师 当时这一员大将是他扮演的呀 他扮演的谁 不知道啊 让我来公布正确答案 冯胜 无奈 明朝 争稀大将冯胜 冯胜 宁夏地区 宁夏才真正的重回 明朝控制 要被剪掉三根绳 这两根留下 这两根留下 行剑绳 一根 冯胜将军救我 请剑绳 他剩几根了 他剩两根 黄明昊了 我选居庸官仪 两分级 哎 还好 还好 明朝时 居庸官官城建制 达到了最为完备的程度 存储 军械 火器的装备库 也非常的强大 请问 以下哪一种武器 不可能出现在装备库中呢 这今儿也没讲啊 多达 今天啥时候讲了这样 扶朗机炮 肯定在明 是吗 那火龙出水是什么东西 火龙 不会听说 火龙 没打没听说过 火龙出水和五雷神机 哈哈 你自己挑吧 不笑了 A和B你选一个 A和B你选一个吧 我选A 五雷神机 恭喜你 回答错误 答案是D 火虫 火虫也可在 我觉得火虫肯定也在 但是它是莲珠火虫 气死我了 有一位清朝奇才少年 叫做戴子 他用八天时间就造出了 莲珠火虫的火炮 据说这种火虫 能够连发二十多发子弹 可以说是机关枪的鼻祖 捡吧 哥 别捡这个 对 捡这个 请捡绳 我丢了 黄明昊还行吗 还行 现在是三二跟我一样了吗 对 来吧 来吧 我要挽回我们专员的颜面 如果你抽到个三分体 万一打错的话 你捡都不够捡呢 没事 来吧 选哪个 小海关 我告诉你 你就点我那个藏宾洞 甲肯定不是那个三分体了 对呀 藏宾洞不可能有两到三分体 对 有一本 藏宾洞 打开三分体 不能 三分不能那么狠 两到三分都在一个本上 水洞沟藏宾洞的甲题 一 让我们来揭晓答案 揭晓答案 这咱们俩三分 是因为硬刷的时候 硬刷错了吗 你还一本 太狠了 这 你们什么 好残忍 这个就是你被杨迪说 我给你叫代替 你现在什么感想 我还想啥呀 都结束了 我还想啥呀 请听题 注意这是一道 简答题 藏宾洞中有一种 机关按器叫 铁吉梨 它单个用时 可当作机关按器使用 也可以串起来使用 请问 铁吉梨串起来以后 叫什么呢 忘了 根本不记得 我知道 我要挽回我们专员的颜面 我们作为所有的长城专员 这一轮打现在 只有杀一个一个人打对了 如果被你拿走了 真没脸呆上 我被颜面何在 诊答 我帮你答 好 听我的 别捡我 好 好不好 好 半码锁 不是 杨迪你确定吗 你听 你能说出一个比半码锁 更像正确答案的答案吗 好 半码锁 我信你吧 就在水洞多的唐弥洞里面 我们走的时候 那个老师 那位导游老师 导游老师 我挨着他走的 他说半码锁呀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是串联起来的 那么在过去 我们所了解到 蒙古的骑兵是非常厉害 所向平民 骁勇善战 所以当时 明朝士兵 为阻挡这些骑兵 将铁吉利串联起来 买一口中间 扎马蹄子的 那就是我们电视电影当中 所看到的 叫做半码锁 恭喜你 回答正确 沈南 要你 我爱你 你就剪吧 三开 二 别剪我 好 沈南 我爱你 我来分析一下 分析分析 我和羊皮呢 大概八年前 在网上认识的 我跟沈南也认识六年了吧 沈南剪两根吧 我不太认识的 不太 你完了 不熟 啥一哥呢 不熟 刚来第一期 我俩认识 别对不熟的人下手 这么特别 第一次曾经说过 要回报我的朋友 完了 三个人是不是 不可一个人祸我 五根你剪那三根 跟咱们一样了 所以最终我选择 扎一哥剪三根 都玩 这不就是吃了我的报复吧 是 这两根 扎一哥的 第一根手 好 这有点不淡定了 这是一轮答题 已经结束了对不对 然后 我们会按照刚才那个选择 来答题 青山关甲 请揭晓 哇 一番 一番题 谢谢 有一个请听题 青山关关堡内有着被称为 万里长城第一门的青山关水门 哎呦 我记得他说过水门 该水门最大的侧点是什么呢 我这个知道 请作答 B 对 为什么呢 他记得 当时那个导游讲了 说他是上下提拉似的 来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万里长城沿线 唯一的一个提调式水门 我们就在水门的上方 在其他地方的水门都为两扇门开关式闸门 而这座水门则是上下提拉式闸门 恭喜回答证券 有个厉害 这个简易根就 无调多的 周深吧 周深吧 深深吧 杨迪 为什么是周深 他太多了 他那绳子 我这叫太多 你看看你自己的绳 真是你周深 都两根了 请减神 慢点 慢点 敲一下 所以接下来是你答题了 金山岭 一分题 一分 一分 金山岭长城 他最独特之处是有三角 有正常 请问金山岭的三角是什么呢 B吧 B B B了 C呀 什么B呀 我的天哪 可以不听我 但我会选C 文字砖 帐强 B C 真的是C 哪有志强一说 志强嘛 咱们当然走了嘛 我知道一定有帐强 我帮你了周深 别捡我 C 你们还记不记得 在金山岭的民宿 大家一起吃火锅的时候 当时社长问了一个问题 杨总 今天我们俩的踏山 看着有一个像那个包房似的 一格一格的墙 我就是不会吃这个 那干嘛是 我有茶 是吗 不然它就一格一格一格的 这是金山岭的三角吗 对 对不对 这个杖城 我真的没有茶 金山岭长城有三角 文字砖 杖墙 挡马墙 而金山岭长城有数以万计的文字砖 杖墙就很特别了 它是金山岭长城独有的 它是一面像屏障一样的墙 可以帮助士兵藏身 而挡马墙顾名思义 不知防止敌人战马 靠近城墙的一面墙 我看见就说是B吧兄弟 我也觉得是B 我就想问一下 叶哥你走的那个枝墙是哪儿 枝墙咱们真的是走的枝墙 这我查过 我查过 周深 我们要剪掉你的一根绳 剪后面这个 叶哥 真的挺晃的 我已经由最后一名干成并列第二名了 该杀一个 加一关 夹 两分提 两分我要错了就掉了吧 对 没事至少够减 请听题 在明长城沿线上 有三座关矮被称为 长城三大旗关 东有山海关 中有什么 西有嘉宇关 请问这个什么 是哪座关矮呢 这道题我得请求热线了 燕门关 燕门关 燕门关吧 燕门关 真假的 那我就不问他了 你说前面都是关 中间来个别的名 一个是正北台 一个是大进门 一个是土木堡 就只有一个关 这燕门关 但是三大旗关的那个关 和燕门关的关 可不是一个关子 沙哥我们能骗你们 这么多年朋友了 我打电话啊 我问问小天 哥 沙哥 不是燕门关 应该就是燕门关 应该是燕门关 长城会这样修啊 燕门关 对 我们去过 真的是燕门关 这咋不接电话呢 我选A 完嘞 你中几乎压是不是 哥何必呢 原因是什么 多年的知智储备 最后是凭着直觉 选的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啥 万里长城第一台呀 有着万里长城第一台支撑的就是 郑北台 够与山海关和嘉狱关并列 人称东有山海关 中有郑北台 西有嘉狱关 哇 正确答案就是A 哥 你高光了呀 多年知智储备 你怎么知道我们合起伙来 刚才想骗你吗 早就知道是郑北台了 我把这两个留给叶子了 叶子太多了 公平 请建成 好嘞 有点凉快了 刚才那个老沙讲郑北台 我们刚才不是说是想忽悠老沙 我们没有去过 我们希望下一季的这个 我们了不起的长城 我们能够去正美台看一看 什么叫三大奇观之一 没错 好 让我们期待一下 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约定 接下来是杨迪 哎呦喂 敦煌汉长城 夹 两番提 哎呦喂 杨迪 我会帮助你的 请听题 居炎汉简赛上烽火品约 详细描述 详细描述和记载了 汉长城防御公式的分布 束手士组岗位的设置 日常生活及 烽火信息传递系统等等 其中有记录写到 白天 烽火传递的方式有 棚 烟 表等方式 请问 棚 指的是什么呢 哇 那个B也太详细了吧 用芦苇或记几草 汉长城 我们想想那个地方 也 那边也比较平级哈 当时啊 他应该跟草有关 你棚是草头吗 我们来个B怎么样 你看他详不详细 用芦苇或记几草 不是 棚的话 他肯定是说 长得挺精致的 应该是草边物 得编织起来呀 草边物 芦苇或那个什么的 草吧好像是 建长城的材料吗 对 是 你说对了 建长城的时候用了 C 草边物 烟是什么呢 就是用焖烧的植物去放烟 表示旗帜一类 只用来举 横是什么呢 它是只举不烧的 就是龙状的草边物 恭喜回家正确 我可以剪两根 直接送走一位 是不是 杨迪不要剪我 杨迪 杨迪 为了咱们专员 先把杀一格送走 这这倒是一个不错歹地 至少黄金成砖 要在咱们专员的手中 大家准备 我同意 这两根 我宣布个好消息 我现在干到第一了 别连第一 那接下来 真的就不知道 谁会第一个掉下去了 反正谁先答题 谁先危险 我呀 我选汉长城 一分 一分题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这起码不会掉了 请听题 为了让汉长城 更长久地保存下去 不少专家和机构 都能力保不他 请问 这个老师讲过 黄色的仪器的作用 是什么呢 是不是控温那个 适度 对 好像 好像是倾斜度 我咋觉得也是倾斜度 我记得 我记得倾斜度 那你就按自己的直觉来 来 真的 选C倾斜度 选的是C倾斜度 你给我一个眼神 你给我一个眼神 我瞎了 作为主神 你永远瞎也不给人家 也不愿意给我一个眼神 黄明浩 你对这道题真的 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我等一下 我想起来了 是B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Q过这个 我记得 老师那个黄的是什么东西 那是我们对长城温 湿度进行监控的 我自己问的 对啊 所以是B 我想起来了 但您刚刚选的是C 没有选的是B 我失忆了 我失忆了 愿赌服输 所以我们要剪绳了 准备好了 请剪一根绳 好 还行吗 还可以 来 接下来谁打题了 沈南 沈南啊 山海关 我刚刚去老乡选 加 三二一 哇 一分 拿错也不怕 请听题 以下哪一项描述不符合山海关呢 A 山海关 又称林旅关 是我国厄东北 华北咽喉的军事重镇 B 老龙头长城入海部分 被称为入海石城 面朝正北 C 角山长城海拔519米 因其行似龙奖而得名 请作答 入海石城是对的 但是面朝正北不知道 你记得杨超越问过 那个为啥是歪的吗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 杨超超不是说 为什么那个指南针是斜的 对 他说 对对对 他问过那个 为什么是斜的 B 深深 你是不是脑海里浮现了一个熟悉的场面 没有啊 你跟超越还有社长 当时是不是跟着张导去参观了老龙头 没有啊 你刚刚自个儿说的 他是正的 所以就代表这个房子修的是歪的 是正的踢腿脚了 不是 超越 你记住 当我们讲长城的时候 遇山就要跟着山势走 遇海就要跟着海势走 所以 不能根据指南针的方向来辨别长城的东南西北 对 正确答案就是 B 你看我是特朗 谢谢新秀的朋友们 感谢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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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叶哥 也谢谢叶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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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知道我 我没法帮你 没事没事哥 你已经讲过三根了 感觉到在心里 你可以剪一根 都不敢看它了 哎 杀一个啊 一会儿我自己我自费武功 自费武功 那这么的吧 反正来的是且 是不是啊 就可且货吧 来吧 剪杀一个 剪杀一个一根绳 请剪绳 天哪 哇 杀一个 杀一个还行吗 哇 杀一个 杀一个还行吗 还可以吧 挺好的 行行行 就说挺舒服的 怎么 那我怎么不听 怎么能不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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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不能不转呢 我这转怎么能停下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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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扶一下周围的人 扶一下周围的人 用脚扶一下 用脚扶一脚 好了 接下来 右轮到叶格答题了 这一轮就是噼里啪啦了 这一轮就是噼里啪啦了 深海关已 两分集 两分 两分 一个痛快题 来个痛快的 这道题不是你走 就是众人走 叶哥请听题 后经清攻打明朝时 大臣们曾建议 皇太极攻打山海关 但是被皇太极直接拒绝了 选择了其他的路线攻打 请问以下哪项可能不是 皇太极拒绝攻打山海关的原因 不是 A 山海关防御体系固若金汤 驻军众多 这个是 B 山海关前有一条 永远不会被包围的缓冲带 C 有另外几条攻打北京 更便利的道路 没必要飞走山海关 D 山海关有着不输 满清铁骑的精锐骑兵 C 一个 那个A B肯定不是 因为B就是不能 不会包围就是你海 我先把那问题我先理顺了 可能不是拒绝 等会儿可能不是拒绝 叶子我觉得是A 不是因为他驻军舵 他不打 不是 我现在就把问题搞清楚 哪个不是黄太极 就是他不打 不打 原因就是不是他不打的原因 就是说不打不是就怕吗 对 但是他不是那个原因 不是 不是他怕的原因 对不是他怕的原因 不是他拒绝的原因 等会儿我算他不是拒绝 别看黄太极了 看一下黄明昊 我明昊不行了 已经不行了 比黄太极还急 叶子你再不给答案了 我跟明昊 我俩跳也接的原因 只有一个是撑不住了 我明昊不行了 我的脑瓜都使上劲了 不要再动我笑 所以选择的是 拒绝了 不计 不是拒绝 C 如果错了捡我一根 如果错了捡我一根 那就C吧 选择的是C 来吧 我把裤子挽起来 准备踩下去了 正确答案就是C 太好了 叶哥 叶哥你不用感谢我 当时可以攻进北京的线路 除了山海关以外 还有三条 分别是喜丰口 古北口和居庸关 但这三条都在 崇山峻岭之中 难度非常大 战线非常长 后勤补给非常难 所以并不是其他道路 便利而走 而是山海关太难攻 才不得已而为之 叶哥 现在你可以捡神了 我还想再打一次题 叶哥 这两个 这两个选一个人 还是分别捡两个 你把我捡了吧 叶子我撑不住了 捡了 没事我行哥 来吧 我行 捡老杀一根 捡沈南一根 杀一根 那捡了 哦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把脚给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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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已经掉下去了 哈哈哈哈 等我再上了 哈哈哈哈 我上不来了 哈哈哈 你一跳 他夸一剪 对 我一跳 你一剪 能接一下呢 哈哈 来 来啊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呦 哎呀 我逆袭不了了 哥 非常好 效果 效果很棒啊 啊 效果非常好 哎呀 水下的感觉如何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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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冰啊 老刺骨了 哈哈哈哈 接下来要答题的是 周深 嘉育官 嘉育官 已 对吗 对 呃呀 一分题 明朝时期修建官城 均实行 实名责任制 比如在众多长城发现的文字砖 而嘉育官也有长城公牌 刻有各工程队队长的名字 修筑完成以后呢 还要进行严格的验收 请问以下哪项最有可能是嘉育官 城墙是否坚固的验收形式 A 用石块打墙 B 用剑射墙 C 一群士兵用力锤墙 请作答 我觉得A和C感觉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那就B吧 但是错了别捡我 我的意见是B 用剑射 因为工程的时候都会射箭 对 我刚才想是B 但是专门拿箭出来会麻烦 会浪费对不对 我不知道 那C吧 杉姨哥 你来给他揭晓 好像是射箭听他这个话 据专家考证 在距城墙一定距离内 用箭射墙 如果箭头射不进去 证明城墙坚固合格 如若箭头射入墙体 则证明工程不合格 要进行反攻重建 如此严格的长城工程管理制度 保证了长城工程的质量 还真是B B 答案是B 我们要剪周身的一根绳 它缠住了 把那块剪 直接落水 剪哪根呢 请剪绳 别剪错了 我先把你转过来 对了 现在对了 现在对了 笑死我了 请剪绳 对了 对了 这会真的叫出来了 现在下一位答题的是 杨敌一 燕门关仪 两分 燕门关是长城上的重要关爱 以显著称 位于中国山西省新州市 带县县城以北 约二十公里处的燕门山中 请问燕门山属于五月中的哪一座山 它既然在山西的话 首先泰山不是吗 山东 泰山在 恒山是湖南 华山在西安 C C C 恒山 你答 对了 你可以把这两根绳送给谁 我现在肯定怎么到送走一位了 你可能送走两位 你还说得了吗 我说得了 我下一个我答题了 周山还是 我可以 我给你排出了一个答案 沈南 这一季了不起的长城 有什么想对观众朋友们说的 我最爱杨敌 我真的很难做 因为这个落在我手里了 杀一个 你让我说啊 你就捡沈南吧 我跟你讲我恨死他了 我五根啊 我五根 他给我捡了四根 我一道题都为啥做 他给我捡了四根 这一根送给沈南 等会 等会 等会先别捡 送沈南走 等会把水捡个等会 送沈南上路 等会 等会把水捡个 沈南 等会 上路了 下 等我 等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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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神浪借腿上了 好 建哥是不要来一根 我来一根 请剪绳 刘热的 好 来一根 黄明浩答题了 叶门关 叶门关 假 一分 他也只能打一分了 叶门关被称为 中华第一关 第一包含了很多意思 请问以下哪项 和叶门关的第一 听好 吴关 A 历史悠久 B 规模最大 C 战争频繁 A 是A吧 我会选B 我也觉得会选B 凭自己感受 我们不参加了 反正你这一分题 对了我还得比几 A吧 A吧 我选历史悠久 自己决定的 没有任何人左右你说 对 完全凭直觉 是的 答案 B 你早说呀 我刚才说了呀 我刚才也说 B 我还要多谈 题没出来之前先说是吧 在叶门关的时候 专家有说过三点 叶门关是所有关口里边 见关时间最早 发生战争最多 地理位置最显的一座关口 好的 再见 请剪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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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等他 自己跳下去了 再见 他在水里躺平了 还剩三位专员 谁了 看叶哥 潘家口 甲还一样 甲吧 一分 1975年 政府建造了华北地区 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潘家口水库 蓄水后水位超过了 潘家口长城高度 请问 淹没于水下的是哪几座敌楼 A 敌六楼 敌七楼 敌八楼 B 敌七楼 敌八楼 敌九楼 C 敌八楼 敌九楼 敌十楼 请问你们住几楼 我瞎选吧 瞎选吧 真不记得了 我就选A吧 决定了 不改了 不改了 那就选 我不能再 我不能再给了 那俩都 选A 选A 选A了 好 在潘家口水库 社长和小天下水了 当时黄明浩 杨迪 沈南是去了水库中间 露出一小部分的敌七楼 看他们下水的实时监控 而社长和小天下水去了敌九楼 敌八楼因为太深而没有去 所以正确答案是B 敌七楼 敌八楼 敌九楼 来吧 请减十 你看人家腿长就好 对啊 先天优势 这道题先回答答案 然后再揭晓是几分题 我没去过这个地方 这集我没路过 周深 听好啊 喜丰口潘家口一带 几千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东汉末 曹操就曾带领军队 另辟西境走喜丰口 一举打败了辽西乌环 平定了北方 请问 喜丰口 潘家口这一带 古时被称为什么 你选吧 我想帮你都帮不了 根本没听过 A 野翁赛 B 勾筑赛 C 鲁龙赛 你选择吧 我选C 为什么选C 我觉得它水长城 应该可能跟龙有关系吧 解释一下 喜丰口 古称 某某赛 学术上也有专家认为 潘家口也是某某赛 叶翁赛 是居庸关的别名 勾筑赛 是燕门关的鼓声 所以是C 这个某某赛就是鲁龙赛 一分体 一分体 三分体 直接想一下 完了周深要拿第一了 反转了 几分体 反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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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反转了 反转吧 平局 平局 太刺激了 平局 我们俩并列第一了 我做梦都没想到 本季两位专王 谢谢 敬略第二 并列第二 没有第一 首先要恭喜杨迪和周深 撑到了最后 成为本季了不起的长城的专王 双黄蛋 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再次打听 每次都得很笃定地 说出自己正确的 而且还能解释得非常详细 从第一天我们来的时候 对长城一点都不了解 然后慢慢地到现在 其实虽然还有很多不足的 值得去学习 我就像迪哥说的吧 期待下一季的到来 了不起的长城 这个大型的 户外的这样一个节目 每天都在学 很多不同的新东西 不光是对于自己 包括对自己的身边的朋友 孩子 也可以讲给他们听 传播祖国的这个文化名片 很期待下一季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就是相约第二季 了不起的长城 把这样快乐的学习 继续下去 走四万里中国长城 学五千年中华文化 本节目由AI智能网联 SUV 哈佛F7 特约赞助 本节目由宁夏凯世利酒庄 指定赞助播出 喝好红酒 就选凯世利 本节目由宁夏凯世利酒庄 指定赞助播出 喝好红酒 就选凯世利 上微博 带话题了不起的长城 参与发博互动 和微博网友一起 边看边聊 请不吝点赞助 感谢收看京都念慈安了不起的长城 欢迎登陆视频网络播放平台 优酷芒果TV观看节目完整内容 清爽绿洲自在分享 来绿洲和好友一起分享长城美景 感谢新浪微博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新浪娱乐 搜狐输入法 百度搜索 网易新闻客户端 扎克尔新闻客户端